明星期間 回到鼠年賀歲特輯 上一節, 碧霞師傅說了六個生肖 在鼠年上的運程是怎樣 我們也會做的 現在做一項好菜給他吃 餵了一下他吧 好, Sam師傅 我們有什麼好意頭的菜 可以做給師傅吃呢? 現在我們會煮的是 脆米、辣米、蠔士松沛芝麻 因為叫松, 所有材料都要切碎 首先我們切潤腸 在中間慢慢切開 平均後, 你就很容易控制到切成甚麼形 這裡交給你, 將它切條再切粒 好的 你平時也應該有煮的 看得出來吧… 脆米, 首先 脆米是這些粒粒的 蒸了的白飯 蒸了白飯, 拿去吹乾 吹乾到它就像變成粒米 好 這樣乾 一炸起來就會變成脆米 就是這樣 好的 到時候我們是最後下的 因為我們保持它 脆米 乾身一點 好, 這裡就交給你煮了 開始了嗎? 開始了 嚇不起 好, 最後要加我們的脆米 一加, 炒均勻就可以了 師傅, 你放我炒吧 好, 應該成功了 師傅, 完成了 完成了, 差一點點 就是差我的芝麻葉 師傅, 生日日, 這個真是適香味俱全 又易做 好, 謝謝師傅 謝謝你 好了, 到我炮製的 脆米、蠟米, 蠔食鬆 好像挺好 去芝麻葉 好像很香 這個味道真的很香 對, 很香 真的挺脆 挺好 什麼? 還有蠔葉的香味 但我喜歡這個葉, 甘甘的 就好像以下來的生肖朋友 就是熟馬的朋友 今天好像挺甘的 甘甘的 對 首先, 熟馬的朋友 今年是沖泰歲 逐月也有雲 一起當三, 再霧起時飛來 熟馬的朋友 如果今年多一些喜事 例如結婚, 簽訂 或者可能做一些買樓 搬屋, 也是喜事 也可以減低空星的不好程度 吉星來說, 今年全無 空星有三顆 分別是大號星 大家都知道, 號星就是破財星 今年輪到熟馬的朋友 就是大破財星 另外, 也有蘭光星 蘭光星也代表一波三折的意味 我聽到也知道沒事, 弄傷了… 我… 做事相對地比較困難重重 另外, 我看你的樣子就哭就哭 很適合我們接著下來的這顆空星 因為我們接著下來的空星 叫做偏哭星 真的 對, 真是哭了 偏哭星的意思也代表著 熟馬的朋友 接下來在選年, 情緒不太穩定 眼淺的朋友比較想哭 情緒比較低落一點 另外, 也可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熟馬的朋友 也可以在農曆的五月和十一月的時候 去捐血洗牙化解 還有記得就一定要涉太歲 我知道騎士何宅堯都是熟馬的 有否說他今年今季的運程會怎樣 何宅堯的八字也相當厲害 因為他2014年已經進入大運 由於進入大運就要三至五年 可能比較混亂一點 可能他現在已經正式進入了運 何宅堯的運, 行足二十年 給了熟陽的朋友 在暑年他們的運勢又是怎樣的呢 熟陽的朋友 今年由於陸害的生肖 也是犯太歲的 不過這個太歲就叫害太歲 可能對於人緣或是非比較多一點 但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熟陽的朋友 有兩顆強而有力的貴隱星 分別是一個紫微星和龍德星 這兩顆星可以減低空星的力量 也有一個玉堂星 玉堂星也代表收穫滿滿 金玉滿堂之意 所以熟陽的朋友如果有什麼心髓 想去投注或者投機或者投資的話 也不妨可以一試 不過在這裡就要提醒熟陽的朋友 不可以太過貪心 熟陽的朋友 熟陽的朋友也有一個暴敗星 暴敗星的意思 也代表財運上落比較大 容易出現三間貧 五間負的問題 所以熟陽的朋友只要不太過貪心 也有機會有一點點收穫 輪到熟後的朋友 上年他們的運勢很一般 肯定很想知道今年運勢如何 運勢相對比較正義和樂觀 因為今年熟後的朋友 也跟太歲比較友好 也是三合的新潮之一 另外熟後的朋友 今年也有一個吉星, 綠婚星 綠婚星的意思 代表朝廷俸錄的意思 所以熟後的朋友 不妨在你的上司或老闆面前 多點表現自己 看看有沒有能增強你… 加人工 對, 升職加人工的機會 另外, 熟後的朋友 也有兩顆空星 分別是紫背星和白虎星 紫背星顧名之意 對, 即是有人捉住你的背部 即是很多小欣紫表碟 指著背部的意思 對, 不需要太擔心 說明是小欣, 小欣一定比你差 另外, 也有一個白虎星 白虎星也代表女性比較野蠻 可能今年熟後的朋友 有機會遇到一些比較強勢 或不是太講道理的女性 建議一字記之約, 忍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 到熟雞的朋友 他們好像是從去年好到今年 是否真的這麼好呢? 熟雞的朋友在這裡真是恭喜你 因為又是你的淨桃花年 因為熟雞的朋友 今年的人緣特別旺 因為有一個天氣星 天氣星是由你結婚或是添丁 所以熟雞的朋友 今年如果染婚的話 亦會將你的桃花化作人緣 至於未婚, 未有對象的朋友 今年也有機會認識一個不錯的對象 另外, 也有一個天德星 天德星也代表著上天之德的意思 所以熟雞的朋友 今年的運勢相當地好 不過空星方面也要注意一下 因為熟雞的朋友今年有一個鹹池桃花 鹹池桃花也代表著墓水情緣的意思 所以熟雞的朋友 今年真的有點苦惱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淨桃花 又有藍桃花 又有藍桃花 對, 到底怎麼選呢? 就要靠自己 第二分的朋友就要好好把握自己 其實我們馬圈方面 原來也有不少的朋友熟雞 當中包括蓮馬斯波伯珊 騎利斯波銘輝 還有今季非常當旺的輝哥 姚本輝 說起當旺的輝哥 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看回元輝輝哥的八字 他就由2019走運到2023 因為他的八字熟木, 也是新藥 所以2019年也是水的年份 20年更加是大水的年份 所以今年的運勢就更好 他的八字到了21年 可能比較平穩 2223, 運勢更好 一定是皇上加皇 好, 還有最後兩個生肖 熟狗的朋友, 今年運勢又如何? 熟狗的朋友 今年是一個先蘭後蘭的一年 因為熟狗的朋友 今年的吉星就是天界星 天界星也是一顆吉中藏胸的星 代表要先遭遇困難 然後再有貴人的相助 所以熟狗的朋友 也應該要放慢你的腳步 不會把你的標準設得太高 也有天狗星 天狗星也代表著 可能財運會有少許損失 另外也有浮沉星 浮沉星也代表著 要容易注意水險 不要玩太高難度的水上活動 還有你的運氣可能會比較起伏不定 另外也有寡宿星 南紀高神, 女紀寡宿 可能熟狗的朋友 今年覺得跟伴侶的溝通不足 經常覺得伴侶不夠了解自己 所以建議熟狗的朋友 可以跟你的伴侶溝通更多 英格的冠軍, 其實是潘頓 成績非常好, 蓮馬師女劍威 還有陳家熙等等, 都是熟狗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留意 究竟今季成績會如何 先看看潘頓 潘頓普通的八字已經入感溫 但水的年份相對比較差 而且潘頓可以留意他的眼神 因為他現在在35至40歲之間 正在行眼運 潘頓的眼運方面 由於他的眼睛是有神的 不過有神來就有點神怒 神怒的意思是擔心潘頓 可能在這六年之間 可能會有一點兇險, 有一點損傷 建議他也要好好注意他的身體 到你了, 真是到你了 屬豬的朋友終於到你了 今年他們的運勢又如何 首先一定要恭喜屬豬的朋友 因為屬豬的朋友 今年終於脫離本命年了 可能在去年經歷了一些比較大的變化 今年你的運程相對比較穩定一點 而且也有吉星, 有文昌星 大家聽到的文昌星 大家聽到也知道 是有利你讀書和考試的 所以屬豬的朋友 如果今年可以考一些專業試 也可以參加一些比賽 不過空星方面有三顆星 首先是一個亡神星, 亡神星是為什麼 亡神星亦代表經常都會忘記東西 或者容易不見小物品 對, 可能不見鑰匙、電話 或者不見錢包, 所以要小心 馬圈裡也有一位屬豬的朋友 就是很受歡迎的, 騙師莫雷拉 莫雷拉的運程如何? 雷神的運氣最重要是看他的八字 雷神的八字來說相當地清貴 他的八字主義是金水 所以他行一些木火運比較好 看看雷神的八字 他由2011年行運走到2021年 足足有40年的大運 接下來在2022年到2026年 他的運勢更上一層油 而且雷神正在行眼運 大家也可以看他的眼睛非常有神 所以他行眼運的時候 亦可以為他爭取更多的名利 所以雷神,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 為馬迷多贏一些頭馬 聽完師傅的指點 大家記得要跟足指引 那鼠連一定行 我在這裡也要祝福各位馬迷 在鼠連走運一條路 和馬運行兇, 財源廣盡 另外我也最重要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恭喜… 大家要跟足指引 那鼠連一定行 在這裡也祝福各位馬迷多贏 這樣就不行了 那鼠連一定行 在這裡我也祝福各位馬迷多贏 那鼠連走運一條路 好, 聽完師傅的指點 大家要繼續… 我覺得太開心了 謝謝… pont票員 太難碎了 訕用 噢, 阿赛 Tiffany 我們來